这个词大家听上去是什么观感,十个有八个已经不信了 真的还有物美价廉呢? 产生这种观感,那是众多的经验 可见这个社会的现象呢? 什么导致让人心会有这种的观感,普遍? 一个词它有褒义贬义,这几个字多么好的寓意却变成了贬义 而且深究起来这个词本身它是没有褒义贬义的 就看你用的人是谁,心是怎么样 那你说物美价廉怎么可能存在呢? 首先,一定是存在的 在某一个产地,你如果真能拿到这个 它刚出厂的时候,那有多便宜 之前我在曾老师的图书公司工作 这个光盘呢,搞到最后被倒了九首 就一个光盘而已 吓不吓人 那你吃的东西,水果蔬菜,当地的,当季节产的 那是不是又好吃又便宜呢?又营养呢?对人又好? 可见是有的 而且你说这几个字 它代表着一种很实在 你要实在的人才能说这种话 你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然后,薄利多消 还有没有 这个词 自古都这样下来 真正对大众有意义的 我们的必需品 但是一定要薄利多消 才能站得住发展下去 你说没有啊 我旁边那个,他就没有钱 他就搞一些新极特的 那,摄制片 那是极特殊的行业 极特殊 我就不好意思说某某行业了 那些对人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呢? 可能有一些特殊的环境 达到一定程度 你会去所谓的追求一些东西 但是也适可而适 现在全都追求 尽力,目光短前 马上就要拿到钱 暴力 只有这样才能发 干一天第二天就没人来了 当大家知道的时候 他就不来了 于心何安呢 其实你真赚到 人生短短这几十年过去之后 全都是麻烦找来的 协力 这些都不要说了 然后 真不二价 那胡雪原 曾经的红顶商人 历史上 各朝各代 都有钱人 但是 富可敌国的并不多 海边上 真不二价 四个大子 你可以随便去断句 真不二价 甚至倒过来 加二不真 你看你怎么去理解 你要是用心的 把这个作为自己良心 真的有良心的才敢那么叫 那你没有良心你是动心机 真 真 就是我价是 就这个价 那墙买墙买霸道 你要如果是第一价 对得起良心 了不起 没什么可说的 好爽 这些词汇全都是给美好的人 留下的 只有他们才配用